一张波克在茶杯上划了两下 茶杯变成三份 却不见茶水流出半滴 随即从容地举起半杯一饮而尽 用鲜血绘制一条火红的真龙 随后将布全力向空中挥去 一条巨龙变自布中腾空而出 欢迎收看电影丁咚丁 今天带来奇幻电影幻术大师 热闹在街市上 一对老两口正在混沌塌前 卖力地吆喝着 可转眼间 两人却毫无征兆地双双倒立 发明一转 接到报案的矛头探长 已经将两人的尸体带回了警局 一番检查之后 他们是被淹死的 可好好的晴天焊地的 怎么就会被淹死了呢 众人突然想起了 前几天发生的另一期 叶家灭门惨案 而叶家的被害人也正是在家中 好端端地溺水而死 正当大家一头雾水之时 一个一脸正气 目光迥碎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魔术师 罗宾 而且他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身份 那就是幻树门的火门弟子 江湖上有一个叫做幻树门门派 共分为金木石和土虎门 各门都有自己独门的绝技 只是多年来各门之间少有往来 一直以普通人的身份隐移于民间各处 罗宾来到后马上对尸体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果然从被害者的鼻孔内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粉末 他心中立刻有了答案 原来这些粉末是一种叫醉人像的致幻剂 人一旦吸食之后就会立刻产生幻觉 严重者还会在幻境中死去 听完这些 毛头探长甚是不服 大叔魔术看多了是吧 罗宾并并没领会 而是要求前往叶家灭门案的现场开一开 于是一行人立刻动身 来到案发现场 罗宾从案发现场物品东到西斜 断定这里显然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活动 话不多说 罗宾立刻走进凌乱的屋内 四处寻找着出司马迹 靠墙的一排药厨上 留下了多处深深的带血的抓痕 可以猜想当时受害人极其痛苦 罗宾又沉思了片刻 随即就来到了屋子的中央 慢慢地闭上眼睛 手里的拐杖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 却已经在脑海还原了凶乱发生的时刻 并完整地目睹了整个过程 只见叶家的人各个痛苦万分 双手无力地对着空气抓脑 嘴巴大张却无法呼吸 最终像落水而亡的神一样 口吐清水倒地身亡 而就在这时 罗宾也在现场发现了一个身穿白衣 手拿花伞的人 只见他面色苍白 毫无缺色 正两眼诡异地看向罗宾 罗宾准准备上前一探究竟 旁边的随从却伸手 一下子将罗宾拉回现实 终于罗宾经过一番沉思 瑞克推断出 死者都是身中了水门换手而亡 而老两口和叶家一个是土门 一个是木门弟子 至于为什么被害 罗宾也暂时没有逃续 听到这里矛头探长甚是不屑 有点太悬了吧 可是他一回头 罗宾一个响指过后 就把探长也拉进了换手 这令矛头惊叹不已 随后罗宾又轻轻敲了几下地面 又再次来到了要求前面 手轻轻一拉 一道暗门悄然打开 里面也是打斗过后的杂乱场面 眼神犀利的老罗 转眼就在地上发现了一枚钱币 时间不长 他们就根据钱币的信息 锁定了一个身材健身的男人 于是立即对男子进行抓捕 只是由于男子身体过于强壮 最后还是被他逃脱不见 料事如神的罗宾 却早已在壮汉身上留下了记号 毁随他线索来到了一家夜总会门前 画面一转 壮汉来到了一个美丽娇艳的日本女人面前 显然她就是幕后黑手 女人恼怒的训斥壮汉 已经暴露了警钟 壮汉一听立刻跪倒在地 不停地求饶 女人则手扶面前的鱼缸 稍有用力 鱼缸内的水边立刻飞出 变成无数水滴 顷刻间像子弹一样 飞向准备逃跑的壮汉 与此同时 来到夜总会的罗宾一行 刚一进入大门 他就感觉出这里诡异的氛围 他们穿过那一堂 在一间悬挂有太极标志的门前停下 随从们立刻来到房间 却发现除了几个喝酒之人之外 并不异常 而罗宾则淡定地将太极标志转动起来 之后他们便来到了 刚才壮汉所到的那间屋内 女人淡定地坐在那里 只是说了一句 原来是同道中人后 便立刻随手一挥 将一杯清茶飞向罗宾 罗宾则轻松地一伸手 便将茶杯牢牢地接在手中 随即一晃 一张扑克牌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静喵带写地在茶杯上划了两下 茶杯变成三份 只是却不见茶水流出半点 随即从容地举起半杯茶 一眼而尽 茶水喝完 罗宾质问女人为什么要杀害其他人 可女人却一个障眼之法 消失不见 随即房间内却出现了一面冰冻的水墙 直迟地压向罗宾一行人 重压之下 几人转眼就进入了另一个环境 而他们在这里遇到了 刚才的奄奄一息的壮汉 也从壮汉口中得知 女人下一个目标就是金门 原来相传 幻术门背后有一个宝藏 只要集齐了金木水火土个门的秘书信物 就可得到宝藏 富可敌国 事不迟疑 大家急忙赶来金府 这时的金府也不出意外地出现了异常 胡人们各个神情呆滞 并无表情 就在大家纳闷日记 一个皮球滚到了探长矛头脚下 他伸手去捡 一个孩子却悄然无声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然后直接端起桌上的一杯茶水一眼而尽 然而喝下的茶水竟然全部从孩子的后背流了出来 而就在这时 女人也再次出现在了这里 瞬间将所有的人卷入了幻境 矛头在这里回到了从前的家里 见到了曾经的仇人 他随即掏出枪射向了仇人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枪却在现实中射向了自己的同事们 罗宾也不幸中枪倒地 危机时刻 罗宾拼尽全力将众人带回现实 并奋力一击将女人击退 大家这才躲过一劫 而到了晚上 那个女人却再次出现在了警局 一阵激烈地打道之后 女人愤怒地使出了绝招 他伸手一挥 闭着凶猛地掉眼猛虎 自水中缓缓而出 咆哮着奔向众人 前军一发热尽 罗宾也忠于祭出火门秘籍 他迅速在布上 用鲜血绘制一条火红的真笼 随后将布全力向空中挥去 只见一条巨龙自布中横空而出 盘旋在塔尖之上 最终 一龙一虎缠斗在空中爆炸消失 而就在这时 女人再次使出幻术 手中凭空出现了两个射大的水球 一步步逼向众人 危机时刻 一个手雷飞向女人 一阵巨响之后 多闪不及的女人终于化为灰烬 故事到此结束